为了从小培养孩子多元的媒体素养能力 清水大秀国小推动小主播教学 鼓励学生们多元学习 而地方明代为了协助校方 也顺利争取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补助的90万元 打造了虚拟摄影棚 而这天启用典礼上 小朋友也亲自下场 当起了小小主播 采访起明代生活 价世不输大人 众人开心迎接新完工的摄影棚 全新的荧幕 打光灯及提磁机等设备 看起来是相当专业 欢迎台中市议会 王立任市议员 市议员武安 紧接着小小主播在台上采访起市议员 过程中虽然有些小紧张 但清晰的口条也充分展现学习成果 会很紧张啊 但你还是得硬下去这份工作 未来我有想过说去当主播和YouTuber YouTuber也要面对镜头嘛 所以这两个工作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可以去做 感觉很好玩耶 就是我们小朋友就是 并不是很想坐在教室里面就上课 然后就想要找一点事情 然后来在外面坐着 每次看那个记者那边采访很有趣 所以我就想要来尝试看看 就是让我咬字可以更清楚 然后能够试胆量 随着媒体行业的多元发展 越来越多学生对于网络自媒体等行业 充满兴趣 而校方也顺势打造特色课程 在明代的协助下 顺利向台中市教育局 争取90万元的经费 打造硬体设备 帮助孩子们学习 能够让孩子从小有机会 来发展来接触 这样的一个主播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也很高兴学校 努力的来完成 而且它现在规划一到六年级 所有的课程里面都融入了虚拟摄影主播这样的一个教学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学校未来能够成为海线 而且不是只有海线 是台中市的一个重点发展的学校 因为一个小主播的训练是很不容易的 那包括整个的小孩子的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还有他对议题的了解 他能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公正客观 还有一个把我们校园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好事 都能够去报导出来 校方表示因为硬体设备的加入 让孩子们能够更快投入学习 而学校固定中午时间也都会请小主播 来播报国内外的大小事 期望可以透过训练 不仅能提升孩子们的媒体技能 也能够拓展眼界到全世界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 那刚好又 那刚好又